最近大家很紧张疫情,突然间就弄了一宗新的,叫做Omicron,英文都不太识读 Omicron,是这样,现在气氛很紧张,那你现在在美国的情况是怎样呢? 这次呢,WHO呢,当然啦,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啦,上一次呢,这个新冠病毒呢,他就说,不会pandemic,不会世界流行,谁知道就惹了 这次呢,就一天有一个新的叫做Obarians,那些叫做变种,立即出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嚇到全世界呢 日本就说要close down那个border,跟着呢,以色列又要close down,那南非呢,有一个病毒学专家 这个专家呢,可以说是,他就怎样说呢,就是在一个大风暴的中间,意思就是说,他是掌握到最新最多的资料,也都是他呢, 把这个叫做sequencing的排序呢,已经发现这个排序呢,那些protein,那些蛋白质呢,又变了,有几十个mutation,有几十个特别, 那就摆了在这个,那那些科学家,他有自己的一个原地,就是说这个新的变种出现了,那WHO呢,就收到之后呢,立即就发布了,那他就有一些轻轻的,有些生气的, 第一,我只是按着一个科学家的精神,找到这个新的变种,就扔上来,给大家研究,早点知道,那但是这个究竟是不是我们出来呢, 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不过我是第一时间公布了,那第一时间公布,是不是等于发源地是我们呢,不一定的,是第一点, 但是他说呢,根据他们现在看到的入院的数字呢,这个世界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第一,那个symptoms, 那个反应呢,其实是很mild的,多数都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十多岁的,十岁的都有, 那至于呢,去到老人家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他们未知,我们要看两个星期才知道, 但是就着这个现在中招的人呢,是几乎没有人呢,进去一些叫做ICU, 通常呢,都是,那个症状啊,他没有见过一些,美国,臭国失调的,这个之前是很普遍的嘛, 是啊,是啊,那然后,他就说,基本上都是干咳,两三天,在家休息呢,就好了,那他觉得呢, 但是,第一线观察呢,这个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叫做变种,OK, 那他就不需要呢,他就说,就是说叫风波里的cup, Storm within the cup,或者是风波里的茶杯,茶杯里的风波, 那有点小题大做,那他说,那当然更加详细的资料呢, 就再去,在两个星期里面就知道了,因为有很多数字啊,那这样, 那这样讲一讲呢,就大家停一停,那所以,拜登呢,他都说, 可能呢,有我们要密切关注,但是究竟,就是要不要最进一步的, 要lock down,那这样呢,都不是的,那英国呢,一贯了, Boris Johnson,以他的一个勇往直前的勇气,他就说, 我们都要关注,那但是可能呢,是,给一些严格一点的限制, 比如说,一定要戴口罩,因为在英国呢,口罩又不用,就是叫做, 叫做mandatory,就是一定是规准的,就是一定要戴口罩, 没有这个规矩的,那现在呢,我在三文市,三文市的人呢, 其实出奇哦,是首席的很多哦,是吗? 哦! 因为,在罗省就没有的,英国就没有了, 那现在有餐厅呢,你就要给他们看一看,吃饭啦, 你看一看,你那个疫苗记录有没有,有没有打疫苗, 那打了之后呢,就OK的,那所以, 现在那个叫葛氏呢,那个南非那个专家呢,那他说, 基本上呢,他现在就觉得呢,有一些是打了, 有些甚至没有人可能打了疫苗呢,都会走掉了,都会再中的, 但是那些都是,都是很远的,那他说, 在现在这个阶段,大家就一定要,就是不要打的, 就快点打先啦,那另一方面当然就有,有药食啦, 那不过呢,英国订了几十万剂的, 那个有一个叫做,有个药,口服药呢, 那现在说呢,最新update,只有三十几百%有效率而已, 那但是Pfizer呢,他出的那个口服药呢, 就可以有八九十个百分之的,但是那个呢,就没出, 那么,那所以现在呢,就可能三十几百分之的都顶着先啦, 那还有大家呢,最要紧要就是去打针, 那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了解, 因为它关咱们员,跟你们的相识商业赶, 就是我们赢尔丽, 铁丽, 这里是我们赢尔丽, 我们赢尔丽, 并财尔丽, 我们赢尔丽, 我们赢尔丽, 在这个 threshold, 我们赢尔丽, by bwd6